严真身价过异的财阀老公 正是那个能引起蝴蝶效应的王炸 通过几次和东恩的邂逅 深深地迷恋上了东恩 甚至还建造了围棋公园 时不时坐在上面独物撕人 而另一边的独宠沙拉 因为孙明雾的突然消失 独隐发作让他痛不欲生 他发疯地画了一只高跟鞋 凑巧的是 孝巴刚好被穿高跟鞋的人杀害 而此时的严真却在包扎自己的脚上 另一边会停在钻戒店等他的新男友 这个冤大头给他买了最大的一颗 这把惠婷激动地叫了起来 因为他希望钻戒要比严真的大 深夜 严真老公收到了孙明雾寄过来的包 里面正是东恩和他在一起的照片 和道英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 立马按照名片的电话回报了过去 可却一直提示无人接听 无奈 他只能找到了孙明雾的主子全在郡 希望能从他口中得知孙明雾的下落 而此时的全在郡对和道英爱搭不理 就在昨天 在郡收到一个绿色的牙刷 他利用了上面的DNA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严真的女儿竟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想着眼前的男人 正在霸占着自己的女人和女儿 在郡气不打意出来 他没好气地说 孙明雾已经辞职半个月了 自己也联系不上他 当他拿起烟并点燃时 和道英突然响起 他和妻子竟抽同一款烟 连抽烟的姿势都是一模一样 他开始警觉了 因为村民屋的消失 把东恩的计划打乱 东恩知道自己势单力薄 此刻他需要一个刽子手 而这个人是暗恋自己已久的汝震 他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来到东恩的城市开一家诊所 东恩将自己小时候 被霸凌的事告诉了他 并说了自己实施的复仇计划 可汝震的态度 却让东恩大失所望 他竟然劝东恩放下仇恨 可谓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东恩直接脱掉衣服 露出自己最不堪的一面 这一刻乳震傻了 此时的他不敢想象 东恩在童年遭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曾被人折磨成这个样子 男人也淡定不起来了 他不会再劝东恩回头 而是要成为东恩的刽子手